建了兩個物件 並且import這兩個對應的那個VG 那到時候呢 我畫面上的東西才可以載進來 第二個請你在那個什麼 setContentView的下面 這邊後面enter一下 撰寫什麼 撰寫就是說 當什麼時候 因為Activity先啟動 它會先把再把畫面給叫出來 畫面為什麼叫出來 就是這一行 setContentView 把我們剛剛的那個View有沒有 把它叫出來 那叫出來之後要做什麼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 裡面有幾個原件 我必須把它做什麼 連結 所以 再來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看 那位置在這裡 setContentView下面 有什麼呢 連結 加事件 那事件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複製的話 你也不要複製 請你留下一個大瓜糊 這個範圍 實際上就是做兩件事 一個是什麼呢 連結原件 跟建立事件 那這兩件事情的話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把它怎麼樣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View 這個View也一樣 沒有 所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ALT加 這邊 這邊把ALT加Enter 那這邊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要不要實作 這個我印象中把它改成View好了 比較簡單一點點 把它改成View 然後 這個View 就是當我按一下那個按鈕的時候 會有一個什麼呢 事件出來 按Click Listener 它會在那邊 建一個什麼Listener 那我接下來 一樣把這個Import Import 進來 Import 這個Class 後面底下 因為這個時數 我已經寫好了 我們OK了 寫好了 所以等一下 乾脆把這個 因為在 舊版的 Eclipse 是用Button 不過 新版的 大概就是改這個地方就可以 所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樣子 那你們等一下貼上的話 應該就可以執行了 好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的程式就撰寫完畢了 那到底做了什麼事 一 宣告一個物件 可以在記憶體裡面存放 兩個元件 一個是TestView跟Button 再來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FindView把ID This指的是我們現在的Activity 請你在什麼呢 在那個 R裡面 R指的是登錄檔 所以你其實你自己打一個 點一下 它自動會跳出什麼ID 點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在ID裡面有的 一定會有個T101 這個T101 就是剛剛在畫面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TestView 然後後括弧 一個分號 當然 將來呢 大部分 這個都要自己手打上去 其實原理很簡單 就是 找到之後 再利用強制轉型 轉成一個TestView 幫我放在記憶體裡面的 那個空間 就這個物件上面 那這個也是一樣 再來呢 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我點擊它的時候 所以 這裡的話呢 必須要 Set on Click Listener OK 那在上面建立一個什麼 新的Listener 當使用的點它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 您按下 有沒有 在T101上面做一件事 Set Test 把裡面的文字 改成什麼 您按下按鈕 那這樣可以顯示出來 OK 這裡的話呢 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 這邊好像多一個 上面如果有這個 虛線表示程式有數 這邊會告訴你說 多一個中瓜糊 把這中瓜糊 delete掉 OK 好 一切都恢復正常了 所以如果說 你這邊 等一下 假如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恭喜你 程式應該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按一下什麼 這個地方 把它執行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App 執行到 我們的模擬器裡面去 OK 好 重點再提示一下 一切到這邊來 二的話 請注意一下 這個是第一段 宣告第二個 連結 原件 請你放在 setContainView的下面 基本上應該是